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它是用竹来做的 所以从竹就很合理了 表示那个形声的部分 这个字没有了竹花头都读过签字 不过现在这个字就很少用的了 不过有些人觉得这个字笔画很多很难记 所以说一说它的筆画怎么来的 可能都会帮助大家记忆的 这个签字是怎么来的呢 这个签字是两个部分组成的 两个原本都是字来的 这个是韭菜的韭字 这个是读过签字 说文解字有解到这个字的 说文解字有解到这个字的 说这个是山九也 野生的韭菜就叫签 这个字 这个签字是怎么来的呢 两个人加一个歌 以前我们说过这个歌就是古代的武器 长的一支矛 即是击撞的武器 就是歌 两个人拿着武器 是为什么呢 说文解字说这个字本来是绝也 断绝的意思 就是两个人 你可以当作武器在互相 以武器相向 如果断绝的事 或者可以拿着刀来切开些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字也没有用的了 不过你要记得 两个人加一个歌 接着再加一个九 成这个签字 在上面加一个竹巴头 咸也 什么意思呢 咸是问的意思 所以其实 检验 实验 都是探求的意思 说文解字就说 其实搞错了 是应该这个字才对 这个是读过 险字 和这个危险的险一样音 直接就是问的意思 求神问符 求签就是去问的 我们又有这个字 这个字现在因为笔画比较少容易记 而且这个部分 和这个厌 险 危险的部分一样 读音也容易记得 很多时间用了这个签来代表这个 本来这两个是不同的字 大家都知道这个签柱 签名 签证的签 因为两个字的读音完全一样 现在求签的签都有人写这个签 但反过来不行 你不要以为签名 我记得 记得这个字的笔画 就签名 签柱 用这个签就错了 这个就只是用来做求签 有些人说 车工的签很靓 这样说 今年的签可能就不靓好过靓了 不过 老实说 这些求签的东西 用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得更好 如果它做出来不好 你就要小心一点 好 谢谢你 好 谢谢你 我认为买 我介 us 谢谢你 好的 谢谢你 совершенно真的 我去看你吧 欢迎你 我讨论 你